現在也是訓練自己的很好的環境 也是要突破過去自己的觀念 到今天這個觀念 不過這個觀念實在很惡 要改自己的觀念很惡 每一個人活在世上 觀念的改變真的是不容易 要改變別人的觀念跟改變自己的觀念 很容易出口 你是怎樣? 你每次都是這樣 對方聽到說你每次都是這樣 這個就開始爭論了 那假如說你自己是 我自己觀念可能不好 我自己的做法可能對不起你 聽起來不一樣 三十多年前 我是高砂祖 跟我的太太 在戀愛的時候 三十多年前 就不少年都過去了 因為那時候 北對的北部 聽到 以前不是原住民的 三十多年前是 那我去世上 又說我自己的 那個歌 我自己的歌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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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的爸爸媽媽說 蛤 你跟這個娃娜談戀愛喔 BING BYE 後來好幾次也去 那時候我當著女朋友 去見見這個 到底這個平地的父母親那麼硬 心剛硬 因為那時候三十幾年前真的是 反那 反內這個觀念 好片在北對的土地來 你假若沒有經驗到 你不會體驗到那種的苦 我們在座有幾個高砂的年輕人 在貪腐母親 或者是表哥 堂哥 進入到都市賺錢的時候 你看三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為到家族的生活 到都市賺錢 這都是主權的事情 但是氣息觀念 背對清靈 比較容易欺負 所謂的反那 因為那個觀念 一直停頓在自己的腦海裡 反那就是出草的人 哇 反那就是出草的人 哇 聽到這句話 欸 什麼是出草 出草啊 不是啊 太頭了 那 我們差不多 戀愛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就結婚 不過我那時候 准岳母就跟我講說 福傳 他還會稱我福傳 不然是 生氣的人應該 不會稱為後面的兩個字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李福傳 現在是亞福傳 回歸我高砂族的名字 以前國民黨給我的那個李福傳 那 我准岳父母說 福傳 不要跟我講你們結婚的時間 不然的話就 給你們更大的羞辱 那個一喊就說 可以結婚但是 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就不一樣的觀念 不過結婚以後 一年生了孩子 那我 我岳母說 蛤 娃娃娃娃也是 鼓吹 奇怪了 是你們 背著人 嘴嘴 是鼓吹 還是煩惱還是鼓吹 人 都是鼓吹 對不對 對 對 一個生命 不甘不甘 真的是不簡單 一個生命 活到現在 不容易 那我在大福初中的時候 那是客家人 沒有在大福 對 客家人就知道說大福 那一邊 後來我就坐在最前面 因為我很矮 然後 男女 我的左右 後面都是女同學 左邊 架邊 後面 都是女同學 後來 說學法 說 意思是說 過去一點 我怎麼過去 我一過去 旁邊 又是女 女同學 親電腦 結果 一直繞來繞去 我就生氣 你們再講 我就殺你 那時候 要出草了 當然還好沒有刀 那個是一種企劃 所以那個觀念 馬上改 真的不容易 今天這也是一樣 我們在中華民國劉王政官 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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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的時間 真的要改變你的觀念 說 蛤 臺灣民政府 要接種 要執政 要執政 不這樣 說笑 說笑 這都是天方夜談 因為一個觀念 馬上改 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 來這裡也是一樣 要突破 我們自己的觀念 對中華民國這個觀念 改造台灣民政府的觀念 這個就是我們正在做的工作 也是對於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有那個信心 有信心嗎 有 那沒有信心 來這裡創啥 你沒有信心 你怎麼會來到這邊 所以 因為 今天這 明天 是無情節 我特別 選了這個康乃欣跟玫瑰花 因為有一個玫瑰花 好像剛剛有錯字 改了 謝謝 玫瑰花這個小女孩的故事 康乃欣 今天 這是外國開市 有一個安娜小朋友 因為看到媽媽很喜歡 用康乃欣 來促成她的花園 然後等到 媽媽過世的時候 這個小女孩安娜呢 就用康乃欣到媽媽的墓地 每年 在 過往的那個日子 告別的那個日子 離開世上那個日子 上層每年 拿那個康乃欣 笑顏 自己的母親 媽媽的確是真的偉大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代表我們 台灣民政府 還有高砂組的事務委員會 我們大夫 還有我們做爸爸的 或是我們做孩子 我們鼓勵 在這個媽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媽媽真的是 沒有薪水的媽媽 全世界真的是 不可以找 但是他們團倫 老婆子 沒人べ 做孩子 或是家庭 或是生死 那特別有一個媽媽 她爸爸就把自己的嬰兒 filled在我 사랑 不管是大大小小 就是媽媽 這個太太在做 而ここ 想到媽媽 堅持 我們真的 生活 我們大家一起感恩 有一個小女孩 她拿著幾朵紅玫瑰 因為她在小時候 在那個參加教會主日 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然後有一個媽媽 六十幾歲的媽媽 她不敢到前面講故事 她只是在旁邊都一直鼓勵小朋友 都是用這樣好不好 常常都是好不好這樣 都是拍拍肩膀 差不多十多年的時間 這個女老師六十幾歲 然後這個小女孩就覺得說 這個老師蠻不錯的 她去探訪去拜訪這個老師 就拿幾朵玫瑰花 然後就慰問這個女老師 然後女老師說 歡迎歡迎到家裡 請了很多餅乾 糖 甜糖 就招待這個小女孩 後來要離開的時候 小女孩這樣走出大門 後來停下來 後來轉身 後來轉身 她就跟女老師說 老師 我可以稱你媽媽嗎 因為這個小女孩 對於雲啊 都沒有看過她媽媽 老師說 她就抱起來 很多感動的都在世上 不過今天感動我們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定會你們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有你自己的故事 辛酸苦辣 但是上天都會給你們更大的平安跟生命的寶貴 所以今天我們回到台灣民政府 想到過去69年 69年的時間 是怎麼熟悉 讓人扭出 是怎麼我們台灣歷史 讓中華民國 扭出到 阿爸 那把我們台灣真正的歷史 真正的事實 因為69年的流亡政府 扭曲了 不只是扭曲 還要編造任何 偽造文書 所以他們說 喔 你們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偽造文書 我們很清楚 轉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是誰 中華民國 流洪建管 所以今天這個觀念 雖然可能聽起來 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們這個觀念 重新建立起來 有個英國的女教育家 她特別說 要改變真正的整個的事件 要改變一個國家的教育 因為太多的錯誤的架構 就是一般人說 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嚴重 所以這個教育家 也是一樣 看到這麼多錯誤的政策 還是架構 每日每年 幾十年在那裡循環 都不會改 所以要改變這個錯誤的架構 所以要改變這個錯誤的架構 就是整個你我 那今天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也是一樣 改變中華民國錯誤的架構 我有靠著我們秘書長所講的 依法 我們用法源來做革命 而且秘書長也講說革命先行者 用法源依法來改變這樣的架構 所以今天很高興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再一次來看看今天 這一段時間秘書長也跟我們講 美國歐巴馬總統 他已經講清楚 我要重返亞洲 把幾千名的軍隊 從中東移到亞洲 無論是在關島 無論要準備進入到我們台灣 或是進入到菲律賓 這個都已經部署好了 所以歐巴馬將亞洲之行 就是要穩定 無論是對日本跟韓國 還有大馬馬來西亞或是菲律賓 這最重要的還有我們台灣 整個幾個國家圍繞著太平洋 是關鍵性的一個穩定的地位 所以歐巴馬總統 他就要順從 而且遵從他自己對亞洲的一個政策的改變 即使很多人反對他 即使那些反抗作戰的美國人 歐巴馬總統 由於是對亞洲這個四個國家 做穩定的一個腳步 所以根據我們看看 只要中國他有一些的措施 美國都掌握著 假如你真的是中國要 你看歐巴馬警告中共的高官說 假如對菲律賓、越南、日本開戰 這個六條 美國總統馬上宣布 第一個是中共官員海外存款 而且還凍結 不是像中國 中華民國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也是一樣 這一定會找出來 不要擔心 不必擔心 然後到底有幾個美國 有美國護照的中共的高幹 然後還有他們家屬的名單 還有二奶村 今天中華民國 為什麼有的法學博士 我跟另外一個社會運動 一個高砂族的年輕人 我們在爭論這個法學博士 因為他們在說 你們秘書長林博士 難道會輸給 中華民國的兩百多位的法學博士嗎 我就直接了當就跟他說 請問一下 這個兩百多位 中華民國的法學博士 哪一個真的向我們秘書長 完全的犧牲 完全的奉獻 是非常具體化的 緊駕骨退 紅金有方針 而且是 對不起 都在進行 不像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中華民國的台聯黨 任何的黨派 都在那邊停滯 停滯 受不了了 空氣 遊街 抗議 然後就抗議遊行 有好嗎 有好嗎 也是一樣 在那邊 憤怒 我們高砂族1988年 黃我土地的時候 那時候 尤罕尼是第一屆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他是布農族的 還有 當中 我們有一個 凱諾安牧師 有什麼高砂族的議長 我們三個呢 也是參與 原權會一起策劃 這個1988年 1989年 1992年 1993年的 原住民黃我土地 第一次1988年的時候 整個 全台灣的原住民 三千多個參加 這是 歷史 原住民的歷史 最多的一個 抗議遊行 奇怪 高砂族 原住民 有人說 恨我土地 恨我土地 結果 有聽到說 恨我太太 恨我太太 奇怪 我們是在黃無土地 結果有幾個高砂族說 恨我太太 恨我太太 是怎樣 原來他的太太跟北對 逃走 難怪他說 恨我太太 因為被 他的太太被誘拐了 那這些都是 空虛 空虛 然後 有結論嗎 只有一點點的 甜糖給你甜而已 就像 我們高砂族 恨我土地以後 都已經蒸編了這個土地 好啊 給你們高砂族 給你們原住民 這一塊地 給你們原住民 然後抽籤 每一個全 全台灣的 山地鄉 原住民鄉 在那邊抽籤 結果有的抽到 閑海峭壁 奇怪了 好像狗啊 好像猴子是那邊 不過我們原住民高砂族很可愛 沒關係 我閑海峭壁我專門抓山羊 喔 山羊很好吃耶 跳來跳去 他們就是專門走這個前海峭壁的 當然這個是自我調侃 實際上 真的沒有什麼利益 到今天也是一樣 山地保留地 是什麼 叫做保留地 你們知道什麼是保留地嗎 今天中華民國把高砂族原住民的土地把它當作保留地 藝術就是不是你的土地啦 是中華民國的土地 這是他們講的 但是這個觀念 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一概不承認 直到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所有傳統領域 秘書長講得非常清楚 高砂族的傳統領域 歸還給高砂族 不過那個財團的頭痛 因為他們用人頭 跑到山上去做買賣 做違法的事情 當然用違法來去對付他們 明明這個是違法不能做買賣 但是財團也是一樣 台灣人 不是像台灣人 高砂族觀眾民也是一樣 為了錢 為了錢 做賣賣自己的土地 非常難得幾千年留下來 祖先留下來的土地還要做買賣 不過還好有很多山上的地方 很多族群 他們要保護自己的山上 自己的土地 我們看看今天我們要改變的觀念 就是認識這個一體兩面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這個議題兩面就是說 說什麼 另外做什麼 一邊說 然後相悖的 又跟他所說的違背事實 你看法院很多法官 本來判刑的 我一直搞不懂 搞不懂 我還沒進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很多官員都被判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十多年 那奇怪 換了法官 就變成兩年 有人沒罪 我說這個中華民國怎麼那麼厲害 一個法官就可以改變任何的事情 沒有這樣了啦 全世界哪有這樣的事情 只有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阿爸我們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要學習 美國日本有陪審團 不是只有一個法官來定案 一定大法官是主持法官的人 只有主持陪審官員 那才是決定性 所以那個公平性更高 所以中華民國 扭屈屬實 扭屈 發如 都是在扭曲 甚至扭曲 我們自己的人格 難怪有很多台灣人 都有兩個不同的個性 已經個性錯亂了 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奇怪 這個我們幾個高砂組說 我們也是中國人 你看高進數媒 跑到中國 他很快速的發美 所以就跑到中國那邊去學習幾個大學的學位 到最後來這邊騙高砂組的票 全台灣 他不少 因為他又會唱歌 又會表演 又會瞇瞇的眼睛 哇 難怪男人有的不一樣的態度 離什麼緣 我不曉得 也被他引住了 那今天我們看看 台灣關係法 的重點是 因為 在1979年1月1號 在 定定這個美國定定台灣關係法 秘書長昨天講得很清楚 初級班你們也學過 是美國的國內法 而不是國際法 所以 他會講說 Agreement 協議書 所以今天 2010年的EQFA 也是一樣 6月29號 兩個中國人 中華民國跟 中國 兩個中國 統一 已經進入到統一的層面 台灣人不知道 在這裡空氣 然後 那麼可憐的大學生 到最後 這個太陽花 不曉得有沒有枯乾呢 他們走錯房間 走錯門口 走錯法律的 因為 Agreement 協議 跟 Treaty 條約 完全 不一樣 有沒有不同 Treaty 條約跟 Agreement 協議書 或是 宣言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Hello 條約有效力 條約有效力 但是 Agreement 協議書 雙方 還是也有它的效力 最基本的 條約是國與國之間的定定條約 而且是可以讓國會 逐條審查 這是必定的措施跟過程 但是協議呢 像 AQFA 聯合經濟架構的這個協議呢 因為中國沒有把中華民國當作一個國家 這是不是屬性的 本來就是屬性的 中華民國 本來不是國家 台灣也是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更不是國家 當然 一個國家跟你這些小裸裸的 還會對國與國之間來去對待嗎 沒有這樣 兩個中國 Chinese 他們也是Chinese 在這裡台灣的Chinese Taipei Chinese Mandolin 也是一樣 Chinese Chinese是什麼意思 中國的 中國人的 一樣 Chinese Taipei Chinese 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也是一樣 中國人 所以今天我們很清楚 要改變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真的是不容易 你們有沒有看過你們自己的 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初級班有沒有看背面 背面 背面有暗號 只要有三個零零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背面 右上角 右上角 只要三個零是確定是中國人 我前幾天看了我們的官網 然後美國播放的開羅宣言 蔣介石還有羅師傅還有基辛吉 這個三個領袖在那邊討論開羅宣言 這個宣言呢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也是一樣 這是意象 不是treaty 不是教育 教育和協議 不一樣 一個是國家和國家的關係 那個是教育 treaty 要統貴眾參議員 還是國會議員監督 而且逐條審查 這個agreement 協議 不必 我只要給你報備就好了 所以今天是太陽花的大學生 秘書長說 我同情他們 但是他們弄錯了方向 所以今天這個方向 誰要去改正 誰人要改正 你 我 人 代 家 這樣好不好 讚 所以今天我們有重大的一個工作 雖然這個觀念很困難 不過我們看看再回到這個關係法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說the people on Taiwan 是這個中國人 台灣有不同住在 不同人種住在台灣的 這個至少有兩種 我看了好幾次 因為都是英文 我看了好幾次 然後那邊有一個字 然後那邊有一個字 就是難民 這個中國難民來到台灣 或者是流亡政權來到台灣 就是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他也用難民跟流亡來形容 很特別喔 這是台灣關係法 我們從來沒有研究 過去有研究嗎 有聽到嗎 別聽過嗎 別啊 別 到今天 你怎麼知道 喔就是這樣啦 因為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讓我們 這麼好的一條路 來看出中華民國 真正的真面目 所以今天我們看看 雖然這個台灣關係法 是維持太平洋的和平 安全與穩定 然後跟台灣人民的 無論是商業文化 或其他關係 對於他們的外交政策 這是美國是 他故意用外交政策 實際上他本來有另外的一個目的 就是美國利益為優先 假如美國沒有利益的話 他為什麼派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他可以自己親自佔領啊 對不對 自己親自來 占領台灣啊 不必透過中華就 不必透過這個蔣介石 那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不要自己親自出面 讓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 拿到台灣 為的是要拼頓台灣 所以他透過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 內亂內鬥之後 被中共打敗的國民黨 是美國招待用很多的驅逐艦 艦艇來讓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人民軍隊呢 就到台灣 逃到台灣 所以假如他親自要佔領的話 他不需要蔣介石的集團 為了自己的利益 讓人 這些國共他很會抓住機會 所以他就請了這個蔣介石告台灣 應該是告台灣 他是第二個佔領者 主要的佔領者是美國 所以委託了蔣介石集團 有一段時間 在這個受委託有另外一個意思 受委託不是永遠一直受委託 清楚你委託人 是不是永遠委託他 沒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委託他只不過是一段時間 就像我們基督教 有很多的醫院 馬接醫院 台東淡水 台北的總醫院 還有新竹的馬接醫院 既就四間的媽媽的病醫 然後中華的基督教病醫 這個也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 然後張基呢 張基呢 張基呢 有圓林 有鹿港 有二林 有很多超多十幾家 都是張基在那邊合股合作的基督教醫院 然後台南的新老病醫 也是中華教會的病醫 那麼多的十幾間的病醫 你呢 都有當事會 那這個當事會是收到中華教會的總會委託 收託 給當事來管理 所謂病醫 但是今天中華民國的當事會不一樣喔 今天中華民國的董事會或是你本身自己的董事會的時候 你自己出資 然後你自己的家人的財產 訂好了 參加這個董事會 然後你被選為董事 你股東大的話 可能的董事長的機率高嘛 對不對 會不會說 股東小會 把你當作董事長 有嗎 有嗎 沒有 但是基督教呢 董事是用選舉的 不管你有多少的財產 或是你有多高的學位 都一樣 都是用 三條來收到委託 兩千年到兩千二年 兩千年到兩千零二年 我代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當重要的幹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你看有十幾間 將近二十間的醫院 一定要有董事會 那兩千年到兩千零二年 我代表長老教會 重要的幹部主持會議 我主持那個當事會 因為 我看到當事會 啊 海了 基督教也是 貪母 貪污 然後基督教還有貪污啊 我嚇一跳 我高砂主的心很單純 我還會是基督教都很好 但是因為人軟弱 看到錢 心茫茫 然後就心喵喵 所以有的受引誘 結果我主持的時候 我就看到 這個弊病不能繼續下去 我們 那時候是我 第四十七屆 今天有五 已經進入到五十九屆 我那時候是四十七屆 兩千年 我看到那麼多的醫院 我當然這樣談 因為 我相信在座也有基督徒 也有教會的 讓你們知道這樣的狀況 以後我們台灣執政 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些陋習都要改變 無論是教會 無論是任何宗教 都可以用民政府的力量 來幫助那些陋習 來幫助這些集團 貪污的可以做 讓台灣人做好更好的一個公益的社會 那我主持的時候 我主持 我聽到這樣 一顆 一顆藥 一粒藥 那時候 因為 四十七年 兩千年 十多年前 十幾年前 一粒這個藥 然後呢 有的是 本來是 三毛五毛錢的 他們就增加七毛 增加兩毛三毛 那增加這個兩三毛 就放在自己的口袋 我聽到了 我就氣得要命 你們當時 是收到收為徒 不是你們自己的財產 我們基督教在台灣 是對 一千 一八六五年 馬雅各 英國的宣教師 犧牲自己的國家 犧牲自己的家庭來到 今天這個台灣 台南的地方 然後 來奉獻 奉獻我們台灣 奉獻整個的 醫院 醫療 然後 過了七年 就是 一八七二年 原來是 一八六五年 是馬雅各 第一個 來到台南 然後 過了七年 加拿大來的宣教師 來到台北 淡水 他的名字叫做 馬街 馬街博士 他也是犧牲 家庭 的家庭和國家 來到台灣 奉獻 爛台灣人 甚至於馬街博士 他寧願委屈 為了愛 那時候的貧卜主 也娶了 也娶了 當時的貧博主 的小姐 然後她也 葬身在 現在淡江中學 的墓園 你們有沒有看到 也去過淡水河邊 不是有馬街同向 再跪下來嗎 他們一看 一看到 只要淹水到馬街的頭 就危險 他們用這樣的去敵表 當然也是他們的信仰 對上帝的信仰來到台灣 所以我主持的時候 當時這個財產不是我們當時的財產 是所有台灣人的財產 所有台灣基督教會的財產 也是美國 加拿大 風險爛台灣的 既然貪污啦 我就去主持這樣 結果最後我就主持 中期的當時會 給他們免職 免職六個董事 哇嚇一跳 很多批判我說原住民的牧師不會主持了 怎麼可以隨便亂免職 貪污就是免職耶 喔 我們秘書店 貪污就是要 怎麼樣 主操 結果秘書長說 你們講的喔 秘書店智慧講說 你們自己講的 不是我說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看見 原來教會也有一些那麼大的污點 所以我也代表台灣基督教老教會 到台中最高法院的台中分院 法官就問我說 欸 議長 你在你們的教會的條例怎麼規定 我說法官也在你的手中 條例也在你的手中 我想法官也很清楚 因為董事 我們的董事是收到圍徒 我們是人家的財產 所以董事會不會當人家的口袋 本來把張基還有長榮大學 今天這部長榮大學 滿寬廣喔 滿大喔 一百多家 所以這樣的差一點有幾個董事 變成他們自己的財產 所以我就遏止了 我就終止這樣的弊端 所以到現在 我想到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開一百多次的會 我們每次主持的時候 我們還是老百姓 那麼重要的一個財產 竟然有幾個董事這樣 真的可憐到 為什麼沒有把那些你們所貪的呢 幫助弱小的傳道人的薪水 因為以前 教會的牧師的薪水 跟北對教會的牧師的薪水不一樣 鄉下的高砂祖的牧師 拆領一萬多兩萬多 那平地教會的牧師 零五萬多七萬多 甚至於十多萬 所以當然這個是他們的辛勞 不過按照我主持的時候 真的不公平 所以我提出來這個是 是讓讓我們自己告訴會歡性 我們也要做一個反省 萬一我們臺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你有一天當官 你主持這一些的爭論的問題的時候 你要把公益的落實在落實在我們整個的 無論是部落社區 社會 我們的政府 這就是我們臺灣民政府 將來的形象 這樣好不好 所以那麼多的問題 在臺灣關係法也是一樣 這個Mr.Moy是亞洲人 他也擔任了這個 美國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 亞太術的助理國務卿 在他參眾議員在開會的時候 有時候他用官方的術語 結果有幾個參眾議員說 馬上打斷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官方的術語來對我說 你要以我的問題來針對我的問題來作答 所以要乾淨俐落 而且要具體化的 因為我的時間都在跑 意思說我的時間很短 要問的時間 三分鐘就三分鐘 五分鐘就五分鐘 我真的看時間 在他們爭論的這個 你們在官網可以去看 那個時間的真的很厲害 我們臺灣民政府也是愛學習 有幾分鐘告訴我們就是幾分鐘 所以我們以後主持 或者是當軍手 或者是當任何的職員的時候 時間就是時間 不要把過去說 沒關係 等一個 等一個也沒關係 特別我們高砂主我們的時間 不要把常常太陽當作我們的時間點 以前我們沒有手錶 我們以前祖先沒有手錶 我們的時間是什麼 陽光 太陽站在中間 影子在中間 最短的時候 就是正中央十二點 我們也會 我會看 這個是差到幾點 所以有很多時候 到山上 我交通不好了 沒有車子 所以我遲到 我們臺灣民政府將來 我們高砂主 這個都要反省 我們大家也是這樣來看到寶貴 所以美國說 時間就是金錢 他們在談論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重點 臺灣關係法 就是讓臺灣人也受到 美國人的保障 這個才是關鍵性 臺灣關係法雖然是針對中華民國 但是也是針對裡面的我們的本土臺灣人的利益 那我們也看到除了美國 然後日本 那今天安倍晉三 他的助理也曾經來到我們民政府 跟我們秘書長談論 法理論述 新臺灣論 然後日本的真正的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的不同 大日本帝國跟現在天皇委託人民所組織的政府 跟日本天皇不一樣 就像崇光愧 他代表日本政府也代表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是二元制的 所以今天是日本 為什麽 為什麽 那麼好的機會 所有項 我們 不是所有項 所有管 我們台灣的所有管 在日本天皇 在日本天皇 的手中 所以 我們就很難 也沒有辦法 臺灣獨立 那 長老教會很容易台灣獨立 我以前也是台灣獨立非常強的 我做牧師 我們一直推動台灣獨立 然後我兩次代表 長老教會總會到 到美國 然後到瑞士 去談這個台灣獨立 加入聯合國 我們也在街上說 加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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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跳舞 這個誰向我們招呼 都是建築物 都是建築物 向我們招呼 不能進去到聯合國 沒有辦法進入到聯合國 因為台灣 中華民國 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我們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權利 所以在那裡 走來走去 在那邊跳舞 高砂主在那邊跳舞 嘿 聽聽喔 有好 跳舞到 滑起到 高砂主很會唱歌 我相信你們也會唱 不過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給你們享受一下高砂主的特性 這樣好不好 我們有這個高砂主很會唱歌 等一下時間夠的話 來唱歌看看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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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唱歌 你會唱歌嗎 沒有 聽到沒有 這是台灣人做的威 所以台灣民政府是多元化主權的 好 我們看安倍晉三 他很清楚 派助理來學習台灣整個的法理論述 所以他决定一定要爱修改日本的现化 而且多有机会去年的四月礼拜 安倍晋三就把这个日子当作主权防徽日 所以我们今年四月礼拜 我们秘书长也登了广告 准备接执政准备接长 然后把这个主权回复日把它当作纪念 这也是秘书长我们将来也会订定这个时间 在因为台湾我刚刚所提的这个欧巴马总统跟日本安倍晋三 这个两个国家是关键性的存在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存在 台湾才有希望 因为欧巴马总统他是占领台湾主要的占领全国 所以在旧经商和平条约的23条 它有它是一个最主要的占领全国 第四条的第二B 3B 这些都是在谈论整个台湾的地位 那台湾就是美国它最主要它有处分权跟支配权 所以它等着我们修到4000个混联 还是41万身份证就给我们执政 你们知道41万怎么算吗 初级班有没有跟你们讲 41万秘书长也给我们解释 41万的由来 我们占起2300多万的人民 那2300多万的人民扣掉三四百万的难民 就是所谓的中国人 我的姐夫也是难民 我跟他说姐夫我要称你难民还是要称姐夫哪个比较 不全了 你怎么把我称难民 我说我听到美国的在谈论这个电视里面 有形容到你们从中国进到台湾的 就像你那时候我姐夫15岁 那现在是80多岁了 当然我不好意思称你难民 因为你是我的姐夫 父亲不要乱说 难道你们要推翻中华民国 这个本来就是方向 哇这样怎么可以 那之前我们谈论这个国家的定位的时候 哇非常生气 生气到什么程度 他生气到发多 我姐姐说 好了好了不要再急姐夫了 等一下倒下来怎么可以 那我就跟我的姐夫说 你进到台湾 他是尚未退伍的 你的钱薪水 当然你照顾姐姐 我姐姐照顾你的儿女 也帮助我们 那是凭良心 是不是中共给你的薪水 当然不是 那谁的钱 当然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其实是台湾人民的血汉 对了对了对了这样 但是他们面子的问题 所以谈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 整个的局势也会慢慢的改变 那今天这个两个国家 就是因为我们的地位是日俗美战 所以我们再回到41万这个2300万 扣掉三四百万的时候就变成 就当做一千万 剩下两千万 那剩下两千万 一千万呢 一千万呢 有的说我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这个是美国情报局告诉秘书长的 所以再扣掉一千万 剩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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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千万 剩下一千万呢 那联合国 我们也按照联合国对南苏丹 独立的一个比率 他用12.25%来做算法 来做独立的一个标准 所以同样的剩下一千万 台湾人民 不要说台湾人民 中华民国国民 中华民国国民在选举 他们所谓的 台湾治理当局的领袖 所谓的总统 无论是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也好 几乎都是六七成 所以选举的六七成 就是一千万 六七成就是六百七十万 然后一半以上才当选 所以六百 六百七十万的一半是 三百三十五万 以上才当选总统 然后再乘以12.25% 就是差不多四十一万左右的人口 所以今天美国要求我们 四十一万身份证 意义就在这里 这样了解吗 好 然后 那四千个人 有听到吗 是怎么四千 有了 就不必解释了 四千 但是他们中国 以前来到这边的一千 是六百万左右的人口 今天是将近两千三百多万 四倍所以四千 但是他们一千呢 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真的听不懂 讲广东话 我讲什么 你们这个两种啊 你是个三体人 我只有听到三体人 以后都听不懂 都讲广东话 结果我有一个同学 很顽皮 四十多年前 我在国小的时候 国小五六年级 我们用那个西译啊 我们太儿族讲 Buyous 用这个西译呢 因为这个广东老师 偏偏喜欢打我们高沙族的学生 因为我们高沙族很顽皮嘛 老师不要上课了 半天就可以了 下午我们一起游泳 这个老师说 好啊一起游泳 就被我们骗去游泳 所以下午没有上课 在山上 所以我们那时候读书 真的很轻松 也是买巧特色 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都是 不好意思了 都是在前面 不过我跟我的孩子说 八八考过八分 而且八分是最高的分数 结果我的孩子说 八八那么笨了 还考八分 不过我说 以前的八分不代表永远的八分 你今天的九十八分 不代表你永远都是九十八分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啦 要姑 ondan只是这样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 好 Census 各位同学时cture 我们下课休息十 分钟 好 多夕讲 沙龙 笙笙笙群 感觉 很透露 感谢观看